你這個瘦傷了 我先回家 你老闆的競爽耶 你真有興趣 青菜拿幾張咖啡 你就當作不用興趣喔 瘦耶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他是從一個男生的視角 去講的一個催淚愛情故事 阿成就像大多數的台灣男人一樣 就比較直線式的思考 然後不太會表達自己心裡的想法 即便他就是很愛很愛身邊的人 可是他就是會不知道如何去表達這一份愛 可是其實女生要的就很簡單啦 他可能就是一個陪伴 或者是說有一起共同努力的感覺 今天長了一整天 店可以晚一點再做 現在房子也可以換小一點 只要我們兩個可以在一起就好 你這個瘦傷了 我先回家 你老闆的競爽耶 你真有興趣 青菜拿幾張咖啡咖啡 你就當作不用興趣喔 瘦耶 阿成傻傻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他的初衷其實都是好的 只是他的手法實在太拙劣了 導致說結果都不是很好 可是這不就是我們常看到的台灣男人 常常犯的錯誤嗎 所以阿成這個角色 基本上就是一個 代表台灣男人那種 最憨直 最醜 最蠢 但是卻相對最純真 最可愛的那個樣貌 阿成跟大部分的台灣觀眾一樣 也是擁有一個看起來非常平凡的家庭 剛開始跟他的家人們相處的時候 他也是用一種摔摔 然後不在乎一切也不在乎家人對他指指點點的 他就是會想用他默默付出的方式 為家裡盡一份心力 只是他也是跟對浩婷一樣他沒有表達出來 可是當他戀愛了之後 愛上浩婷之後 他自己也慢慢在成長 因為他慢慢的理解到說 有些事情現在不做現在不說 那以後可能就會來不及了 最後你了 當然 那去以後還好 悲傷耶 好身體啦 快吃啦 先來 相信大家在看到這部電影之後 一定可以在裡面的各種小人物裡面 找到屬於你自己的樣子 會不會有生氣 在那邊的 還要喝 再喝 再喝 還要喝 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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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柏益 哈喽大家好我是柏舒瑤 哈喽大家好我是依依杰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到了 快了 出現 讓我留來 對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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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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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